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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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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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两个选择 风格还是变化不太大 对 比较稳 擅长打防守反击 对 擅长打防反 都比较谨慎 对 互相都有了解 在同一个级别征战 吴谢松我们对他了解 很少运用腿法 对 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低扫的动作 对 但也很少 也只是做仰攻或者是试探 对 就是把这个低扫当前手刺拳用 对 维克多今天这个后扫踢的质量 真是比过去提高了很多 对 有硬度了 主持人说了他确实是在少年时期 因为别人欺负才 习武 所以最近是不是又遇见了什么委屈的事儿 强化自己的这个扫腿扫踢了 对 来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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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比较有发力的 有一点0 although he didn't be able to sit 这是把刹器都出现了 最后迎来out esta 做 不是说特别的特色 是 今天确实是看到他这个扫踢了 扫踢 但是还是一如希望的维伯特在组合拳法上相对会弱一些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一直到绳边的时候 吴雪松压进来他会退的会比较多一些 包括像现在这样的主动摟抱 你看他现在直线腿法控制距离啊 就是不想跟吴雪松一块换拳 对 所以吴雪松啊就是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 还是要想办法怎么能在半速的压劲里 不要让他有这种后退的空间 对 一个要打远一个要打近 对手 加油 慢 雷克多 终于看到很清晰的出后手了 但是出后手马上就扑进进身做摟抱 脸一旦这样打 这个维克多还要坚持第一回合的打法 别跟吴雪松拼拳 对 因为刚才在绝肩的时候 维克多的这种组合拳法比较单特 对 而且吴雪松这种选手非常擅长 在乱拳当中找机会 对 因为他打防反比较高 眼睛我一直在说 吴雪松的眼睛就看得比较准 对 听得很清楚 对 对 很多次比赛吴雪松失利 就是一个是可能是力量上补助 再一个就是在腿法上 他确实没有太多抚强的动作 对 还是以全维组的选手 对 对 一定要抢在这 对对方一旦出腿的时候 有中线往里进 对 对 对可以让他进来试一试 对 对可以让他进来试一试 对 这一拳差气了 哎 呼吸有问题 呼吸 哦 在这个击辅之前是没有一个扫踢啊 哦 哦 我们一会儿看这个慢进回放啊 可能会更清晰的看到刚刚的情形 应该在这一拳之前是有个腿法吗 我看看 前面一直都不错啊 不许能打得很好啊 对啊 一个是在这之前有一队 对对 这个不至于啊 这是最后击击了这一拳 在这一拳之前 吴雪松就一直退退 对对对 刚刚这个退退的很奇怪 我们以为还是战术铺牌 嗯 本场比赛 篮放选手在第二回合1分35秒 KO获胜 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 海南新中池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智国先生 喜酒 广海区海南销售总监程锡恒 为胜者颁奖 好 感谢我们的观众嘉宾 恭喜获胜的选手 好 谢谢两位 恭喜 恭喜 超級好吃的